你笑得及了 笑得及了 是为了买Trader买的皮卡 因为这个皮卡是比较重要的吧 你有Trader没有皮卡的话 感觉就是 像你有那个 你有一个车 但是没有鼓勒一样感觉 对吧 这个买Trader其实是我们 之前一直都想买的东西 但是呢 就因为那个孩子太小啊 玩不了 再加上主要是因为这次疫情吧 然后改变了我们的一些观念 往年呢 我们都是一般到了夏天吧 或者是冬天秋天的时候 我们都出去去别的国家呀 或者是去别的城市去玩一玩 然后现在我们哪里去不了了 然后呢 又想孩子们又不能直接 天天城家里待着 所以说呢 我就建议呢 就是说咱们去买一个Trader 其实想买的话 应该是去年想买 但是呢 因为很多的不定因素 我们就没有买 然后呢 今年三一会儿 我们才决定去买 疫情期间吧 然后呢 新的卡车你根本很难买到 最后选择了一个这个 RAM的这个 17年款的那个RAM 然后呢 这款车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然后全家人都市里下 都非常喜欢 所以说我们就买了这款卡车 6月初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买这个Trader 开始是想买一个二手Trader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Trader是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想买一个二手的话呢 这样的话即使不喜欢 我们再把它卖掉 我们觉得也不会损失太多 四处看这个二手Trader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有好多就是不真实的信息 再加上有很多不定因素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Trader 好像是用现代话说就是坑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想掏这个坑 所以说我们后来我们就决定 我们还是买新Trader 还算比较幸运 我们在那个Condor Brook 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线 线刚出厂的还没有运到 但是呢已经在online销售了 我们就把它给买到了 当我们拿到这个Trader 是到了7月7月7月底 7月底对7月底我们拿到的 一共用了4个月 卡车加这个Trader一共用4个月 当时并没有考虑其他的 但后来根据我们买的情况呢 然后再加上一些 根据朋友聊天啊 然后得到一些信息呢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False River 是比较好的一个品牌 正好这个他们在现存的上 正好是一个False River 我们觉得还算比较满意 这个预算当时吧 我们就是说小事 本来是想买新的卡车 然后呢买这个旧的这个Trader 然后呢但是因为卡车实在买不到了 后来呢我们就 就只能买了个二手的卡车 然后呢但是Trader呢 我们就这次买了个新的 反正就是翻过来了 然后预算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大概预算也就是三万左右 然后这些两个呢 都是分期付款 然后对我们来说呢 没有太大影响 我觉得这个Trader价钱还算可以吧 就是说Trader 在费售的范围之内 在范围之内吧 Trader原价是五万一 最后咱们买下来是四万五 对吧 然后呢再加上税和其他的烂七八糟的费用之后 总共下来是五万三 我们现在是用的这个分期付款 但是放了一笔首付进去 这个卡车的一个月 现在我们是700多 然后这个Trader是一个月是400多 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把家里的 最基本的生活 都能够搬到任何一个地方 这个Trader能够满足 我所有的日常生活的需要 并且能够帮助我 去任何地方 享受一种不同的生活 这个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方面吧 就是整个Trader给我的一个感觉 尤其现在是Covid的阶段 大家都对这个卫生条件比较关心 这个Trader就是像自己家一样 所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这是我最喜欢的方面 我的最喜欢方面 除了这个Trader就便捷以外 然后孩子大家都很喜欢以外 除了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可能男生吧都喜欢玩车 玩车呀玩什么 对于这个用卡车 然后Hook Hub这个Trader 整个过程还有拖运的这个安全性 和这些如何怎么操控 拖拉这个Trader 还有倒车 这些东西虽然说是一种挑战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种兴趣所在 这是一种玩的一个心态 喜出望外的惊喜吧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玩了一阵子之后 发现这个夫妻感情之间还是比较有默契一些 发现夫妻之前基本上很少吵架了 就是出来玩好像我们很少吵架 以前也不那么经常吵架 但在家里的所事特别多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观点也会相会吵架 但这里呢 基本上好像有的时候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说反而呢 大家都是共同点比较对 不太满意的地方是这样的 这个Trader的建造和汽车的建造是不一样的 这个Trader其实它用料啊什么的 还是没有像汽车那么坚固坚实 我就发现有一些很多东西 也当然为了减车减轻Trader本身的重量 很多东西都是用塑料做的 那就有些问题了 你会觉得塑料会脆呀容易坏呀 这是我不太满意的 但是呢作为一个Trader来说 它也不得不这样设计 所以你在用东西的时候要更在意 要更小心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里面这个装饰呢 就感觉做的非常的那个粗糙 再加上呢有的点吧 就是做的明明你这个地方可以 给它做的非常完美 但是呢它就非常给你露出一块来 然后就卖掉了 所以说呢就是不是说 做的非常精细 就里面还是有些东西还是能挑出来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在这个房车厂家在这个卖的时候呢 不会给所有人一个非常 就是特别详细的一个使用说明 他们就像是一个做出来一个东西卖掉 做出来一个东西卖掉一样 然后呢让你自己的那customer呢 就是用户呢自己去学去怎么使用 所以说你只能说借鉴别人的经验 然后再去到自己的车上去使用 各个厂家好像都没有说考虑到 一些新的用户去 像我们这样我们第一次买 吹了我们对他们不太很了解 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所以这个这个是我们稍微有点不太很满意的上 特别是你买了新的吹了 你不知道里面到底哪些东西是新的 哪些是旧的应该如何操作 对于一个新的customer来说 这个稍微有点难点 夏天吧最最费心的 其实就是在你出发之前 需要准备特别多的东西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出发的时候呢 这个安全性要考虑一些 吹了和这个卡车联的一起之后呢 然后那个进行安全的一些设置啊 这些东西就稍微费心一些 你要是开车的话呢 就是我的信资就是要慢 就是速度慢一些就会好很多 已经想好了 对 今年我们这次冬天吧 是打算因为我明年 我们这次去了那个博物分那个地方 然后呢博物分那个 那个叫有那个私民库啊 什么孩子特别喜欢 是个RB Park 是个RB Park 然后我们打算明年呢 我们就打算从那里作为一个C的 然后呢就是从那里乘住 乘住的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一直从那里待着 我们就可以从那地方一起吃点 然后呢我们可以开车去别的地方玩 行 从新录这个 真的为什么就答不上题啊 就跟你这来的 是 你来说 我们冬天保管呢 是要放在这个BlueFit RV Park 这个地方呢 夏天我们可以在那里玩 冬天呢 他们也有一个叫trailer storage 到这个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叫一个专业的人员过来 然后把所有的房车里面的管道 进行维护 这个维护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防冻 不要让它们被动裂 动坏 然后以便来年春天再次使用 存储trailer 要存储在一个open area 就是没有树 没有林子 没有任何 只是一大片空地 然后把所有trailer停了 这样的话 对你的trailer是非常有好处的 存储呢 还是比较便宜的 一共是200块钱 200加币 对六个月六七个月的样子 对我是2005年1月份 他是2005年5月份 对对 基本上都走了 90%吧 90%也差不多了 对应该10个里面可能有一个留下的 找着工作了 因为刚开始是我找工作了 我work term嘛 然后完事之后 只有公司就直接要我了 避裂之后 他也找工作了 我们觉得还比较顺 所以说我们就从这待着了 然后其实中间也有想走的心 但是后来通过各种原因吧 然后因为搬个家也不是太难 太难了 有点其实 就是特别拗了孩子 尤其是拗了孩子之后 拗了孩子之后 没有没有 而且主要是时间上 我们觉得更宽松一些 更舒服一些 对 然后 花在这个交通上面的时间 要大大减少 大大减少 对 这样的话 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和家人在一起 因为疫情吧 然后看起来好 大城市比较更相对危险一些 我们小城市反而更好控制 而且我觉得大城市 今年来这个天气啊 气候啊 越来越恶劣 特别的热 夏天还有山火 我觉得这小城市没有什么不好 自然环境来说会更好一些 对 但是为了孩子成长吧 有可能 他们可能会去别的城市 大城市 但是我们俩可能会一直从来待着 嗯